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光华耀光第三集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就是关于淘宝代购这个东西 因为最近呢就很多人在FB啊 然后之类的social media来问我 要如何在淘宝代购 然后一些关于一些琐碎的问题啦 我们想到的是如果你是21岁以下的话 是无法申请credit card的 而如果你没有credit card的话 大家都知道没有credit card是无法在网上进行购物的啦 所以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了代购这个平台啦 在淘宝帮大家代购 不过这个代购是有收费的啦 因为如果你在其他网站进行代购 一样也是有收费的 收费之类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那个description的link 来到FB的user那边来inbox我 首先呢你要先在messengerinbox我啦 因为你add我的话 我是不知道你是谁是我是不会去add你的 然后你要在messengerinbox我啦 然后我会去看看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讲一些关于代购的细节啦 其实代购是很简单的 只是说现在我已经进本洗手啦 没有在淘宝进行购买东西啦 所以无法做一个关于在淘宝上集运的那个影片 如果你是21岁以下 而又没有credit card 又不会进行网上购物的话 欢迎来我的FB来询问这个问题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来帮你们进行代购啦 不过我们代购是限制在淘宝上代购啦 别的网站就没有帮忙啦 所以我们这次的港话老公第三题就到这边啦 记得如果想要代购的话就来我的FB那边来inbox我哦 所以这一期的港话老公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 Chill right